台电的核三厂二号机在昨天凌晨传出火警 索性火势在20分钟内就被扑灭 现在二号机已经停机 台电强调没有辐射外泄的疑虑 不过供电情况马上就从黄灯转为限电风险的红灯 环保团体就批评 核三厂多年以来火警事故频传 绝对不是单纯的意外 管理制度恐怕出了问题 主管单位应该彻查原因并且追究责任 核三厂凌晨这场火警是二号机外围的变电器 不明原因起火 机组瞬间断电停机 台电强调绝无核安疑虑 预估两周修复 炉子处在安全的情况 绝对没有辐射的外事的情况 依照目前估计的骑程 大概需要两个礼拜 最后要结案 我们都会了解一下他的噪音到底是怎么样 从制度方面 人员训练方面去确定说 这个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 原来会表示会深入调查肇事的起火原因 只是核三厂事故发生率实在太高 在民国七十四年七月 一号机涡轮发电机就成起火燃烧 民国九十年三月换成一号机的开关机套管起火 民国九十八年六月 启动变压器因孔石故障引起火灾 接着民国一百零二年十二月 一号机停机 而且在一年内发生四次 创十年来最糟表现 环保团体痛批 河山厂的问题 恐怕不止机器老旧 目前核三厂二号机停摆 国内电力出现缺口 四月二期预估的电力被转容量 马上从供电仍有余裕的黄灯 转为限电风险增加的红灯 从百分之七点二九掉到百分之五点九三 供电状况雪上加霜 被转的部分应该是还有它的余裕 至于量多少就看 天后的变化 加上我们机组回来的一个时间表 被转容量低于六趴 供电恐怕得进入警戒状态 加上五月有许多大型的发电机组税修 原本就预估五月底限电 恐怕得提前作业 记者洪立委张国良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